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那這個有關於保齡茶室的食品中毒的一個案件 他的個案的統計呢 到今天下午5點呢 他的目前總共累計的一個通報數呢 是有18例 那死亡的呢 有2例 那目前呢 有5例呢 住在家戶病房 那有一例住在一般病房 那返家休養的呢 有10例 那現在這個是我們個案目前的狀況 那今天主要我們來開這個記者會主要是因為今天 這個法醫這邊有做解剖 那他當然他的這個檢體陸續會送出來 但是我們在從其中這個一個解剖的這個檢體 那在協議裡面我們有驗出所謂的這個 這個米酵菌酸 也就是本酵菌酸 那這個東西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奇怪為什麼說標準品還沒有到 其實是因為我們昨天開會完之後 那我們國內 那有一個醫院他還有這個 這個 還有這些所謂的標準品 他就趕快提供給我們 那我們就給法醫研究所 那台大法醫所 那台大法醫所這邊他就 開始做檢驗 那所以 在某一位這個 解剖的 過程 那他產生的這個檢體裡面有驗到這個 這個 所謂的米酵菌酸 那 為什麼特別今天開這個計程會 主要是說 因為這個跟我們 調查的方向有很大的關聯 因為一般 不是不可能驗出這樣子的這個 這個 毒素 那他有驗出來 所以跟我們專家會議 昨天開的專家會議 大家的一致的這個認為 這個方向其實是吻合的 那麼我這邊也要再跟大家說明 因為這個事情 因為 我們檢方已經在做偵辦 那我今天也有跟這個 北檢事檢還有新北檢 都有做這個 我們告知 那我想我今天定義 定位這個事情 就是說我們初步的檢驗報告是這樣 那麼未來 我們還會做什麼 那 在這個方面 我們會再把這個 除了這兩個 我們的解剖屍體的部分的檢體 會繼續驗以外 那在醫院住院的檢體 我們也會拿起來驗 那接下來的驗的速度就會比較快一點 那我們就會知道說 是不是大家都是這個問題 那我這邊再強調 這不是最後結果 這不是最後結果 我們只是 因為大家民眾很關心 我們先把我們知道結果告訴大家 最後結果還是 經由這個檢察官的這個綜合判斷 那我們再來做這個 一併的這個發佈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 因為這個所謂的擬孝菌酸 這個是在台灣從來沒有驗出過的 但是在國際上是有案例 那我所以我們請這個 台大的江之剛教授 來幫我們說明一下 這個 米肖菌酸 他在這個 不管是在讀理上 還是在臨床上 還是在這個 學術上 那這些相關的說明 請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晚安 好 那 就來跟大家說明一下米肖菌酸 米肖菌酸 可以看得到 這個結構式上面 是一個長鏈的 20%碳酸 分子量其實是486 那 過去的報導裡面 是來自一個特殊的菌 叫做 唐昌浦 伯克斯菌 那也是過去提到的 所謂的 椰毒 尾丹包菌 這個菌酸 就是我們常講的 Shenomonas 跟水 常是植物 跟真菌之間的共生的細菌 所以它是在 一些植物的環境裡面存在 那會有這麼強烈的毒性 可以看到這個圖的 右下方 可以看到我們一顆細胞 簡稱一顆細胞要能夠運作 就要有適當的能量 所以我們身體裡面的細胞裡面 有一個叫做 細胞的發電廠 叫做栗腺體 栗腺體你相當的複雜 我們就把它放大 在左手邊可以看得到 它是有五個環節的複合體 那複合體裡面 最後 所謂的 軟化磷酸化過程 最後必須要 產生的 所謂的ATP的能量 那 這是腺核肝3.0 那 這個 這個 ATP 簡單的說 它就是 能量 交換的一些 的硬幣一樣 大家 所有身體都要靠這個能量 才能夠運作 所以 這個 簡稱 NBA的這個 米酵菌酸呢 一直就是在最後 那個要把能量 硬幣 ATP打出來的 Pump 所以造成的結果呢 就有一個很 嚴重的後果 最嚴重的後果呢 就是所有的 身體的細胞 瞬間就失去能量 在失去能量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身體裡面耗癢 非常強大的一些 器官 最快受到損傷 所以所有的身體的細胞 沒辦法運作之下 所以每個病患 我們看到的嚴重的 所謂的肝臟的衰竭 代謝性的酸中毒 因為沒有辦法代謝 所以全身呢 腦部 心臟 肌肉 全部都整個癱瘓掉 所以在這種前提之下 它的濃度相當相當低的一個狀況 就達到了這樣子的抑制的效果 因此 我們病患攝取之後 後續出現 早期的一些 身體的無力 頭暈 腹痛 嘔吐 等等 腹瀉 那來自於我們所有的腸胃道 也沒辦法去運作之後 後續呢 腸胃道的黏膜受損之後 因此 產生 有一些 血便的一個情形 立即的情形出現 血壓呢 就 掉下去了 衰竭之後呢 可以看得到病患 送到急診 在急救 車上面呢 就已經整個癱瘓 我們稱它就是歐卡的 院外就 到院前就 死亡需要急救 那由於這樣子的 所謂米酵菌酸 分子結構室上面 在去年的文獻的報導裡面 發現這米酵菌酸的半衰期 要達到102小時 這也是在我們的病患的 解剖的簡體裡面 在 簡單的想就是 每經過約四天多 它的量會減少一半 所以在病患的身上 還可以測得到 因此很快速的 在數個小時到一天內呢 就造成了死亡 那發病 那整個死亡率呢 在過去的文獻裡面 從30%到百分之百 可以看到它的嚴重性是相當高 那實際上是來自於我們全身 最基本的細胞需要的能量 身體需要能量 這個ATP的部分 受到阻礙 而造成的嚴重後果 以上簡單的說明 謝謝 那我想 接下來 我還是講一下說 我們 要做的方向 除了剛剛我所說的 我們對於 兩個這個 所謂的解剖的部分 其他的簡體 要驗以外 那麼 目前還在住院的這些簡體 我們也都會 來驗 來驗證說 是不是這些人 他的身上都可以驗出這個部分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也就會去驗這個 所謂的果條 那因為他們在疫調當中 其實他們共同使用的東西是果條 那這個果條 我們會去驗 我們現在所能夠收集到的這個食材 包括這個所謂供應商 這邊我們都會去驗 但是也有一個可能是 他只是某一批裡面有污染 那這個東西用完了 這個也是有可能 所以我們這個 在食材部分 我們也會去驗 第三個 因為它是一個所謂 唐昌伯的這個 伯克斯菌 那這個東西它是 也是一個必要元素 那它這個東西 唐昌伯克斯菌 是在 什麼地方感染的 所以我們已經請 CDC去 這個保齡茶室 做環境的取樣 那環境的取樣之後 我們會做培養 那這個培養 看看是不是可以培養出這樣子的細菌 來做進一步的佐證 那這個培養 一般來講是要兩個禮拜以上 那這個 我們食材署也 緊急來合成這個 所謂的它的這個 培養名 那這個培養名 做出來以後 我們根據我們在現場的採檢 那另外也會去這個 所謂的 新北市的這個 果條供應商的環境去採檢 因為這個是環境裡面的這個 細菌 那這些東西 我們都會再做 那等到這些有進一步的 證據 或者進一步的 實驗結果 我們再跟各位做報告 好那接下來就是說 對於這個所謂的 這件事件的時序 那我也 我想大家今天 因為下午看起來 大家很多很關心 那我們請這個食藥署的這個 吳署長來跟我們報告一下 好謝謝 各位媒體女士先生 大家好 那先跟各位報告 食藥署是在 3月24號中午12點33分 那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就透過PMDS 是我們後市場的資訊系統 那在這個通報系統裡面 他就通知了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以及食藥署 那後來因為這位病人 就是病人他是送 從新北市聯合醫院三重院區 轉到台北馬街醫院 那他在下午3點49分死亡 所以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也在晚上20的時候 就是晚上10點 他用電話來通知我們說 患者死亡了 那3月25號 是我們食藥署主動 問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就是跟他確認 這個情形說 調查到底是怎麼樣 那到 大概到晚上5點的時候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他到PMDS的通報系統 來更新相關的一個調查的資訊 那到3月26號 我們食藥署 疾管署 那也會同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還有專家 大家就一塊到保齡茶室這邊 做聯合調查 那到保齡茶室這邊的時候 我們抽驗了 有果條 調味醬等等 在現場所看到的 很多的食材 一共有35件 那我們就帶回來 之後就會進行相關的一個檢驗 那因為我們也考慮到說 可能果條是一個 我們應該要特別關注的 所以 隔天3月27號 那食藥署也會同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就前往 大阪 這個 大阪城 食品 有限公司這邊 來採樣 採一些果條 那我們一共是採了15件的檢體 所以相關的這些 大概我們整個進行的情形 差不多就是這樣 那剛剛江醫師 已經有講過 這個 這個 同仁有很認真做 還是要跟他秀一下 就是讓大家看一下 中央跟他可能要站直一點 中央跟地方聯機及採樣的情形 這個是同仁們到現場 那我們做採檢的 對 26號的晚上是到保齡茶室 整個他們做完了其實都已經凌晨了 那27號就是上面的到大阪城現場 我們去抽驗果條 對 是 所以就有上面的這些 那這邊 是 也要再跟大家 就是 報告一下 就是有關這個米 酵菌酸 那因為他是一個很坦見的毒素 真的在台灣我們是第一次看到 那這個菌他很容易在一些 比較有脂肪酸的一些食物當中來 繁殖 特別是有椰子啊 玉米 那整個色式溫度差不多是在 22到33度的這樣的一個環境當中 他就會很迅速的增殖 也會產生大量的米酵菌酸 那米酵菌酸他對人體的健康 到底會有什麼樣子的影響 他可能就會影響像肝臟腎 那也會引起有精神不振 頭暈 嗜睡 腹痛嘔吐等症狀 那嚴重的時候 他其實可能 使用到相關這些米酵菌酸的 被污染的這些食品 就會有危急生命 其實這一次我們就看到 整個病程的進展其實非常的快 有的其實兩個小時 七個小時 很多都是在12個小時之內 大概病人都 病情都是急轉一下 所以 這可以看到是整個米酵菌酸 其實對人體影響是非常大的 那另外也跟各位報告一下 因為大家可能就會想 那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我應該要來保護自己 米酵菌酸 他不會因為用洗滌 噴熱 然後就被破壞掉 所以 我們整個都要注意就是 請消費者 不要使用 長期存放於不當環境的 澱粉花效食品 所以如果是一些食品儲存 都一定要注意 你儲存的溫度 還有不要使用過期的食品 好 由於呢大家在揣測 這到底是什麼因素造成的 那麼衛福不剛的說明呢 由於在其中一位死者的身上 檢出了米酵菌酸 所以目前判定應該是這樣沒有錯 但是之後會不會有其他的發現 也還要繼續了解 那麼米酵菌酸呢 在一般20到30的溫度的環境下 一天之內可能就會產生出來 甚至呢 這個死亡率是相當高的 高達40%到100% 現在大家關心的就是 還有五位在加護病房的重症患者 現在要如何搶救 我們稍後也會持續的帶您了解 幫我們把一些相關的知識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